对 那非常多的服务业都还是会用这种扣薪的制度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至少可以正面表列 像百货公司 KTV 电影院 那一些餐厅这种是超商或者是24小时便利商店 这种是一天不去也不会危害到就是一些紧急的特殊状况 对 所以我们希望台风架是可以立法的 谢谢 各位大家好 那就简短的补充几个 其实我本身其实目前也在念研究所 那今天不仅代表就是贵哥贵姐这个基层的服务业来发生 也代表着年轻人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年轻族群是大家是买不起汽车也养不起汽车 所以大家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骑机车出门上班 那天雨入滑了是非常危险的状况 所以风大雨大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县市都像台北有这么方便的捷运 对 很多的中南部像我们去年的 像我们今年9月的那个台风 就有一个异大的贵姐 因为异大它是在半山腰 那这异大的贵姐它就是要骑机车上山去上班 对 那非常多的服务业都还是会用这种扣心的制度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至少可以正面表列 对 像百货公司KTV电影院那一些餐厅 这种是超商或者是24小时便利商店 这种是一天不去也不会危害到 就是一些紧急的特殊状况 对 所以我们希望台风架是可以立法的 谢谢